好了,咱们接着上节课讲的内容继续往下面讲 那么这一讲呢,咱们主要的内容是以下三个 第一个呢,咱们要给大家讲这个什么叫抽象类 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在这个概念是越来越多了 东西越来越多了 都还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但是我说了基础的东西啊,往往是最重要的东西 你看那小孩幼儿园没上好 幼儿园学习不好,小学学习就不好 小学学习不好,高中就不好 大部分是这样子啊 有些东西老师,我见过一个孩子 是那个从初中高中学习都很 就是从初中到高二学习都很差 高三突然下好了 这证明很少 一般来讲,一般来讲学习好的,它一直都是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基础呢,大家一定要夯扎实点 前面如果有些东西没有听明白或者不理解的地方 作业,那是一定要做的 你只要作业能做出来的东西就理解了 那个是衡量你那个没有听明白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啊 那么一个是抽象类 第二个呢,我们要讲接口 一个还,再一个讲个final 这三样东西啊,主要是三样 咱们接着走 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啊,咱们就是说 首先希望大家明白什么是接口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然后呢,再来讲这个final是什么 作用是什么 以及什么是抽象类 还有它在什么时候使用 所以我们这个抽象类在什么时候去用它 什么时候去用它 那么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咱们需要抽象类呢 为什么咱们需要抽象类 就抽象类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首先还是看一个小问题啊 我们来举一个案例 看看它 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在单件一个包啊 单件一个包 这样有包不一样的 到现在我建的文件就可以 就比较明白一点了 比如说就是test 首先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 讲解这个抽象类的必要性 它的必要性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现在呢 我们还是拿现在大家都比较明白的一些案例来说话 我说现在我有一个animal这个类 animal这个类 animal呢 我们都知道它有这样一些属性 就是它的名字 加上它有年龄 现在呢 我要确定一个东西 就是动物会叫 可是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麻烦事 因为你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提到过 就是说这个动物会叫这个 这个概念啊 实际上大家都明白 就是说它这个这个方法是不确定的 你不知道它怎么叫 所以我们原先处理的方法 是这样写的 public void cry 然后我是这么去写的 我这么去写的 我说不知道怎么叫 可是大家也发现了 我们这个方法永远都不会用到 下面我们继承这个像猫啊 或者是狗啊 我们继承完了过 我们发现这个方法 我们一直没有用到 所以说这个方法实际上 当然有些人说了 我覆盖就可以 但实际上你放在这里 没有什么意义 就这个东西放在这 它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说我们就提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负类方法的不确定性 就你不知道这个负类方法 它究竟会怎么 究竟会怎么去处理它 就是负类方法 它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 怎么办呢 我们就有一个方法解决 就是抽象类 当 它在这一年外之间 就是说 当负类的一些方法 不能够确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个关键词 叫做obstract 这个关键词 来干什么呢 修饰 这个方法 刚用了obstract的一个关键词 来修饰这个方法 方法过后呢 这个方法就得称之为 抽象方法 如果我们用obstract 来修饰这个类呢 这个类就称之为抽象类 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 做一个抽象类 请看 我们现在不写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你还要它干什么呢 删掉 就是说 当有些负类方法 根本永远都不可能用到的时候 你就这么一写 当然这样一写呢 它蛮就会报错 为什么 因为它不符合我们这个成员方法的那个定义 我们来看它报的是什么错 它的提示是说 它说你这个地方要求一个方法题 但它 你就没有写 那这个呢 你就需要加一个 obstract 当你加了obstract的过后呢 它仍然没有放过你 它说你这还是错的 我们看看是为什么 大家看到 它的提示是说 theobstract的message 它说你这个抽 这个抽象的方法呀 cry 在什么呢 在这个animal这个类里面 应该也被定义成一个抽象类 好 言外之一就是说 你这地方要写 obstract 好 这样它就放过你 那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抽象类 这就是一个抽象类 因为你用obstract 就用这个关键词来修饰这个类 那有用的说 老师这个 这个如果我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肯定就错的了 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 好 这就是一个抽象类 我们就用抽象类这种方法 来解决了一个什么呢 负类的方法 不确定性 那你该继承还可以继续继承 各位同学请看 你该继承还是可以 抽象类仍然可以被继承 这是毫无疑问的 比方说我们还是前面的那个cat 我们仍然可以继承这个抽象类 我们仍然可以继承这个抽象类 它该怎么着 还是怎么样的 就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负类的这个方法呢 升成抽象方法 好了 大家注意观察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他报的是一个什么错误呢 他说啊 他说你这个猫这个类呢 必须要去什么呀 implement implement就是实现的意思 就是说必须要去实现这个 继承的抽象方法 哪个方法呢 后面这写的有 叫animal.try 言外之意义说 当一个 当 一个类 继承的 负类 负类 继承的这个负类啊 就是他的一个父亲 是 抽象的话 抽象类的话 需要按照这个甲瓦的规定 按照这个甲瓦语法的规定 就需要干什么呢 需要 我们需要 程序员或者叫 需要我们 把抽象类中的所有的抽象方法 全部实现 中的 所有 抽象 方法 全部 不要写成这个了啊 全部刚好就散了 全部不实现 是这个不 全部实现 什么叫实现呢 所谓实现就是说 你要具体的把这个方法 究竟要做什么 给写好了 所以你看我这个实现的方法 就这样写 注意看 我这第一个你可以手写 第二个你可以通过这个工具方法 来来做也行啊 第二个就是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重写 而且要跟他一模一样啊 好你看 这就是实现了 这就是所谓的实现 这边的概念很多啊 实现 复类的 那有些人就会说了 老师你这地方我弄得很晕了 你看你这写什么 什么都没写啊 你这 你这 什么都没干 他也叫实现 他也叫实现 你看这个 企事业国有企业 的那些劳 那些个那些个公共员 人家坐在那边就看报纸 人家什么也没干啊 那人家也得领工资 是不是 所以他只要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不需要说什么东西 你看他这是 这就是实现 那么有些东西 老师你这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更叫实现了 就是不但 不但看报纸 偶尔呢也去 喝喝茶什么的 是吧 这也叫干事了 你看这就是这个 就说猫猫叫 你看这样就算是实现了 他就会不会到错了 其实这个很好 这样子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实现的过后 就能体现出这个 类的设计者的一种思想 类 假设韩老师设计了一个animal 我写了一个这个抽象的cry 这个方法 其实我的思想就是需要 别人在继承我这个类的时候 来实现这个cry方法 将来你们就明白了 作为这个这个类的设计者 或者叫这个程序的设计者 他本身这么写这句话的 他这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要求 你继承了我就一定要去写这个方法 因为我为什么现在不写呢 是因为我不知道你将来怎么写 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有这个方法 所以说我就留在这 相当于留了一个空档 要求你将来实现 好 这样子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抽象类 就实现了 这就是一个抽象类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但抽象类呢 这边好多好多需要大家注意的对方 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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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跟大家抛出来 真正讨论 抽象类是假把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类 这个不说了肯定很重要 大家记住两句话 但实际上是三句话 下面下面还有一句话 就是第一句 用obstrike的关键词 关键词来修饰一个类的时候 那么这个类就叫抽象类 毫无疑问 只要你看到这个类 用这个obstrike来修饰 他肯定就抽象类 第二个 如果你看到了有一个obstrike obstrike的关键词 关键词来修饰的一个方法 毫无疑问 这个方法一定是个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是绝对不能实现的 各位同学 你不能这么干啊 有个人说 我在这写一个 那就错 那就一定错了 你在这地方加了这两个括号 就代表你要在这写东西 代表你想去实现它 那它就不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方法 抽象方法不能实现 所以说 不能在这里实现 而只能在 它的子类里面去实现 好 抽象方法在编程中 用的多不多呢 这个坦白的说 我反正是在公司里面 干一段时间 我用的不怎么多 但是很奇怪的是 用的不多的 反而考试的时候 考的特别多 因为实在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用的话 考 大家都考一百分 所以你发现 有些人高考会 很聪明的孩子 他一般都 都去看了一个比较偏的题 因为那些题都已经做烂了 他不考了 他考的都是比较偏门的那种 所以老师讲什么 就不听什么 那些学生考的特别好 开玩笑啊 开玩笑 好了 那也不能说了 还要讲什么 你不听了 抽象类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我觉得有四点 还是老套路啊 第一个是抛出为什么有 第二个 现在说一些注意事项 是一个 就是再深入一下 第一个抽象类不能被实力化 什么意思呢 各位同学 是这个意思 大家看到 如果说你这个animal是一个抽象类 那就绝对不可能实力化 你不能这么去干啊 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我想我想创建一个动物 这样子是不可以的 这样子绝对不可以 你看他报错 他写的很明白 他说不能够实力化这种类型的animal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抽象类 抽象类之所以不能够实现 大家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更深的层次去理解 因为他连这个方法究竟要干什么 他自表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实现呢 所以说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为什么不能实现 就不能去创建这么一个叫做抽象类的这个这个实力 因为他根本就不存在 他是一个不完整的一个类 所以说不能这么干 这是第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 大家从深层次去理解 你的记忆就更深刻一点 第二个 抽象类不一定要包含 albasset的方法 这个很很矛盾啊 也就是说抽象类可以没有抽象的方法 那有的人说这个这个好奇怪啊 可以啊 你看 假设我把这个注销了 你看 没没没有错 那有的人说这样子的话 他他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就就是属于这个子类的了 跟上面负类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说抽象类他可以可以可以没有抽象方法 这是绝对可以的 那么有的人说老师如果呃那有的人就问了 老师如果这个抽象类呃没有抽象的方法 那我可不可以去实力化他呢 肯定还是不能的 大家看还是不能 为什么 因为这个编译器是这样理解的 他认为你就是个抽象类就是不能实现 所以说这个仍然是不可以的 好咱们接着往下看 注意注意听听听讲啊 这个注意听讲 这有东西 好了 第三个 一旦一个类包含了obstract的方法 则这个类必须声明声明为obstract 就是说假设你这有一个类里边 有一个叫出有一个抽象方法 那么你就必须要声明成抽象的类 在这个逻辑 好了 第四一个抽象方法不能有主体 就是说什么叫主体吗 就是说这种情况 你看啊 我生命那个obstract void的AAA 把它这个小括号扩起来 过后我又加了这个大括号 这个大这个大括号其实就是主体了 虽然你这里面什么都没写 但实际上呢 本身它就代表实现 好这四点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然后咱们接着往下看一个新的知识品 就是接口 好了 这个这个接口啊 又是一个比较矛头的事 但实际上呢 讲接口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般我讲课讲接口 一定先讲抽象类 为什么要先讲抽象类站点 接口呢 待会我们会说 看 首先啊 我们先看一张图 这个图对我们来说 非常容易理解 你看 这个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肯定有个USB接口 你看这有 这个是这个U盘 这个是 这个是数码相机 这个是手机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的这个U盘 还有这个像手机啊 还有这个数码相机 我们往往都有 都有那种线 就是那种USB接口 那个线 只要一插到这个接口上 是不是这个 这个笔记 这个笔记本 马上就能够识别它们 而且为它们服务 比如说我知道 这是一个手机 那么我就马上调用手机 那种驱动 把它这个内存呢 里面的内容取出来 想干什么 干什么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 现实生活中的接口 USB插口 就是现实 现实生活中的接口 你可以把手机 相机U盘 都插在USB插槽上 而不用担心 那个插槽是 哪个插槽是插哪个的 原因是 做USB插槽的这个厂家 和各种设备的厂家 都遵守了统一的规定 包括尺寸排线等等 那么大家看到 但是各种设备内部的结构 是一样的吗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就是它们内部结构 肯定不一样 但是我通过这个接口 就可以统一的管理 好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呢 其实我是想抛出 我们这个计算机里面的 这种接口的概念 来我们看一下 其实像这种硬件上的设计 在软件中也是大量存在的 我们现在学的是一种思想 编程的思想 你看啊 这样的设计需求 在假瓦编程中也大量存在 我们曾经说过啊 一个程序就是个世界 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情况 在程序中也会出现 现在呢 我们就用程序来模拟一下 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电脑啊 怎么怎么去用它 用一个程序来模拟一下 模拟一下 大家请看 好 那么模拟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接口 解决之道就是用接口 接口是个什么东西呢 接口就是给出一些 没有内容的方法 把它封锁到一起 使某个类 要使到某个类要使用的时候呢 就根据具体情况 把这些方法写出来 语法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让一个类去实现一个接口 我们现在就写接口了啊 我们就拿这个生活化的案例来讲 为了这个明白一点呢 再建一个包吧 因为不建包到现在 我的名可能会重复 好 我现在写一个啊 把这个勾上 我现在通过这个来开始讲解 就什么功能 我们这边主要是讲解 接口 好 现在呢 我就用这个程序的方法 来模拟 我在画的这种 这种现实生活动作图 首先呢 我先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 写一个笔记本电脑 写一个接口 接口怎么写啊 是interface interface 啊 干脆这样子吧 这个这个案例已经写好了 咱们直接把它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这已经写好了 大家看到 我这已经写了一个啊 我就直接拿这个案例说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定的 首先定的一个USB接口 这个接口是这样定义的 是interface 然后呢 这个是接口的名称 就USB 呃 这个A 你们先展示 不用去看它 啊 这个A先展示 不去看它 先展示 不去看它 在这个接口里边呢 我定义了两个 叫做生命的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呢 一个就是 start 一个是stop 这个start呢 就代表 这个接口要开始工作了 开始工作 下面这个stop呢 就代表 啊 这个停止工作 啊 停止工作 好的 大家也看到 就是一个star 一个是stop 那么紧接着 我把这个接口做好了过后呢 我就干什么呢 哎 各位同学请看 我写了一个什么 我写了一个照相机 camera 这个应该是照相机 这么一个类 编写了一个照相机 但是大家发现 我写这个类的时候啊 我继承了这个接口 不不 什么继承了 实现了这个接口 implement是实现的意思 我实现了这个接口 并实现 USB接口 那这个实现这个接口的 意义是什么呢 大家看 因为我这个图啊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想 因为你这个 这个这个 相机啊 它本身在连这个 连这个电脑的时候 它肯定有个 有一个线吧 它必然就去实现这个接口 所以我就 在线 在程序里面 我就实现这个接口 实现接口的时候呢 大家发现 它实现接口啊 它就必须要求怎么样呢 把这个接口里面 所有的方法 通通的实现 这里面非常重要一点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但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啊 一个重要的原则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当一个类 实现了一个接口 那么就要求什么呢 就要求 该类 把 把什么呢 把这个接口 的 所有 方法 通通实现 实际上 实际上 多个同学可以理解到 就是说 刚才我们那个 去继承一个抽象类 也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接口 也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啊 好 你看 public void stop 我就写了一句话 就是说 我是相机 我开始工作了 因为 这个相机工作的时候 他就说一下 我是相机 然后呢 我这又实现了 一个方法 叫stop 就说 我是相机 我停止工作了 这是相机这块的 在这块代码 先暂时不去看它 我把这个代码 先把它 抛到上面来 我先把这个代码 抛到上面来 先别去看 那段代码 因为我写了一个相机 紧急着 我又写了一个什么呢 边写了一个手机类 边写了一个手机类 你看 我也继承了这个接口 我也继承了这个接口 一样 我继承这个接口 过后呢 这个相机 和手机肯定不一样 所以说 我打一句话 我是手机 开始工作了 同样下面也是这样子的 但根据我们前面 这个重要的原则 当你这个手机 这个类 实现了这个接口 那么他就要求 他的方法 也统统要被实现 这就是手机类 好 现在呢 根据我这个编程思想 应该写了一个 那个U盘 就这个东西 我就没写了 我就直接写了这个电脑 看我电脑怎么写的 注意看 电脑我这么写的 我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我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计算机 我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 Use USB 让他去使用 开始使用 USB接口 你看 我又写了这么一句话 你看 我在用的时候呢 直接让他去接受一个USB接口 把这个USB接口 使用USB.STAR USB.STOP 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看这明明是个手机 这个地方我写的是这个接口的名字 这特别奇怪 有点像多态的感觉了 有一点像多态的感觉 大家终于发现 我这个在用的时候啊 我并没有这么去写 我并没有写FORM 或者说写了一个CAMBER 而是直接写的这个什么呢 而是直接写的USB 这个接口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接口 也体现的一种多态 因为 只要这个类 只要这个类 它实现了这个接口 那么这个类的一个实力 也可以直接交给这个接口使用 你看就使用起来了 好 我这写了一个主函数去调用它 待会儿能把这段代码呀 连过来给大家 看一看 好 你看这个代码就算完了 我这个地方先注销 你看 我创建了一个电脑 我创建一个计算机 然后呢 我创建了一个这个相机 我创建了这个手机 然后呢 你看 我用computer.use usb 你看我这边直接把这个相机 到这个实力交给了这个地方 实际上大家看到 我这个地方本身 它是一个相机这个引用 但是我直接交给了这个接口 为什么这样做可以呢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引用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什么类型呢 就是这个 这个相机这个类型 它实现了 它实现了哪个呢 它实现了这个接口 如果不行 不是的话 它是过不去的 好 我现在就把这段代码 给大家运行一把 我跟大家运行一把 我把这代码直接 连到这边来 连过来过后呢 你发现它要报错 报错原因就是这个类 是这儿public的 呃 我的名字叫test 当然我这个为了偷懒 我就直接将其啊 改变一下就可以了 好 请大家看 代码就写完了 好 就是这样子的 好了 现在我运行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效果 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说我是相机 开始工作了 我是相机停止工作了 我是手机 怎么怎么样 这里边 这里边这一套啊 这里面这一套的东西 就全部出现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们看到啊 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呢 就是通过这个案例呢 也就展现出来了 那有些人也可能会问到 一些问题 说了 这个接口 我感觉好像没什么用处 或者说 我感觉这个接口 理解起来 怎么和那个抽象类特别像 好像抽象类特像 但它又不是抽象类 那这里面有几个原则 我们来看 第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我们来一个个 给大家走一遍 啊 走一遍 呃 这这种还不能这么去去看 我们那原则 应该是放到这下面的吧 好像是 好 我们在这先把这几个注意事项 先给大家说了啊 第一个 大家注意 接口 不能被实力化 这点是需要记住的 一个接口绝对不能被实力化 言外之意就是说 比方号 比方 大家看 你现在这写了一个叫USB这个接口 那么 我现在就不能实力化它 实力化就会报错的 US USB 我6一个 大家看看它会不会报错 各位同学请看 我这一写它已经就报错了 你看 他说啊 不能实力化 这种类型的 USB 你说接口不能实力 第二点 我们再看它注意事项 第二点 接口中的所有方法都不能有主体 这个跟我们刚才抽象类啊 好像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但 但是呢 我们说到抽象类 抽象类是可以 有 有 那种 实现 抽象类 对我们刚才讲这个抽象类的时候啊 我们有没有提到过抽象类里面可不可以有了一种实现过的方法呢 我再突然 我再突然 要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大家看 刚才刚开始我们说讲这个抽象类了 这就是他们时间的差别 我说这个抽象类里面 我们看看它能不能有一个 说它是不是就说 可不可以有实现的方法呢 Void 比如说 AAA 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看 抽象类里边啊 其实 它是可以拥有什么呢 可以拥有这种 实现的方法 实现的方法 就这个抽象类里面 它可以一个抽象方法都没有 但它 它甚至可以有实现 实现了的方法 但是呢 它前面所有的前例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方法前面声明了一个 obstract 那么就绝对不能实现 是这个逻辑啊 有点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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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所以有时候这个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学着学着就感觉 学东西多了过 你感觉有点 有点迷糊了 有点迷糊了 那么 我 我这回到这个 这个 回到刚才这个地方啊 说 这个抽象类里面 是可以有实现的方法 说 抽象类中 可以 有 可以有 实现了的方法 对 这是可以的 但是 接口里边 接口里边可不可以有 这种实现了的方法呢 我们来看看 这有 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 接口中的所有方法都不能有主体 也就是说 接口中所有方法都不能被实现 一个都不能实现 我们来看看 回到 这边 回到这边 我们 我们还找到这个接口 我们还找到这个接口 我随便写一个方法啊 我随便写一个方法 Void AAA 这样写 肯定他不会有任何的错误 你看我保存 对对不起 这又是另外一套逻辑了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方法呀 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 在写到这个接口里面的 那你这个 哪个类 把它实现了 就得把这个方法 也得实现 这地方大家 相信 相信一句话就行了 就是说 这个接口里面 所有的方法都不能有主体 另外就是说 接口里面所有方法都不能实现 从这个角 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一句话 好像可以这么理解说 接口是 更加抽象的 抽象类 这个接口是 更加抽象的抽象类了 它很抽象 它 它所有的方法都是 都是不能实现的 第三个 一个类 可以实现多个接口 一个类 可以实现多个接口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各位同学 请看 假设我这又来了一个接口 我随便写那么一个 比如叫做 KK KK 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 我什么都没写 它也是一个接口 这也是一个接口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接口 那么 那 假设 各位同学 假设我这个 KAMERY 这个呢 我不但要实现 USB这个接口 待会你们就知道 这个实现多个接口 是特别特别好的 我除了想实现USB接口之外呢 我还想实现KK接口 这是允许的 哎 你看没有任何的错误 我实现两个接口 那有一位同学 老师你这个 怎么写 实现一个KK接口 你什么都没改 也是正确的呢 是因为 我这个接口里面 没有一个方法 我倘若写一个方法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比如说我写一个 叫做什么呢 这个 比如说我能写个叫 Cry 大家知道 这样我绝对不能这么去写 这样写肯定是错误的 因为它不能实现 倘若我这么写了一遍 写了一个 它马上这一遍就会报错 这个报错的原因 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了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 这个重要的原则 就说 因为你这个KAMERY 实现了USB接口 你当然把USB接口方法都实现了 可是呢 你不要忘了 你还实现了KK 而KKK里面 这个方法 你没有实现 除非你这么来一下 Wall的 可爱 这样子就万事大吉了 它又可以 成功的走下去了 所以说 这就体现出 我的这个逻辑 就是一个类可以实现多个接口 但你实现了多少个接口 就得把这些接口 所有的方法都实现了 好 第四个原则 第四个原则 接口中可以有没有变量呢 当然是可以有 接口不但可以有变量 而且很多编程人员 特别喜欢把一些变量放在接口里面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这个接口里面有一个变量 假设这个USB里面有个变量 KonRoy有个变量 比如说A吧 我写到这了 但是你看到 报错了 诶 有人说老师 这个有点怪啊 我们在类里面 我们写个int等于 intA 这不会有错啊 可是为什么 你放在这个 int里面 这个接口里面 你怎么去定义 它会报错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说明这个接口里面的 这种变量啊 它有特殊的要求 什么要求 我们来看看 他说 他说你这个 这个最终的Fair的A 没有 可能没有被粗糙化 这句话说的有点绕口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这么做 它好像又OK了 诶 怎么我给它负一个1 它又好了呢 好 这点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请看 首先我们来 要说一下 接口中肯定有变量 可以有变量 这已经证明了 但是呢 变量不能够用private protect来修饰 还有一点啊 接口中的变量 本质上都是静态的 都是静态的 不管你加不加stantic 其实我这应该再加一句话 本质上都是静态的 而且是 这个final还没讲 大家先听那么耳朵啊 就是而且是 final类型的 但是这个final呢 呃 我们现在还没有说 呃 你就你就你就先暂时认为 这个final就是说 就是不能够被更改 就是他这个就是 就是必须要猝死化的一个字 先先听这么一下子啊 而且呢 这个接口啊 它是静态的 不管你加不加静态 它都是静态的 就说这个这个变量 你加stantic 或者不加stantic 它默认就是stantic的 而且它必须是 静态的 关于 关于什么是静态的变量 我就不说了 因为前面咱们已经讲过了 而且这地方不能用什么修饰啊 不能用private修饰 你用 你看到 你用private一修饰 它马上就错了 大家看到没 这个这个不允许 后面你看你看下面这个提示说的非常非常的OK 他说 only 你看啊 这句话我又不念了 就看后面这地方 only public stantic final 不允许的 也就是说 其实你这个在放在这个接口里面的成员变量呢 它本身就是public的 stantic的 和final的 你就不能用别的来修饰它 好 说说是 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紧接着咱们往下看 紧接着咱们往下看 在假瓦开发中 这个呢 是一个 是一个就是小技巧了 在假瓦开发中 我们经常把 我们经常把经常用的变量 第一在接口中作为全局变量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静态的 因为它是静态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用静态 用这个接口名来访问这个变量名 所以这原则很多 你看 各位同学请看 我现在如果想访问这个a 有些同学就想了 你这个接口都不能实力化 不能够实力化一个具体的这个实力 那你怎么访问到a呢 就对了 正因为它不能实力化 反而说明它是个静态的 你看 我可以这么去用它 我可以这么去用它 你看 我直接用就可以了 我直接怎么去使呢 就是usb. 你看 只有把这个h 所有的接口 的里面的成员变量 通通都是这种静态的 因此 你通过这个接口的这个名字 就可以将其取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些好些个程序员啊 特别喜欢把他经常用的这变量 放到这接口里面作为全变量来使用 哎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知识 有点乱啊 看起来反正就是东西挺多的了 第五一个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是 一个接口不能继承其他的类 但是可以继承别的接口 这个很怪异 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接口肯定不能在 这个接口啊 它能不能继承类呢 不可以 你比方说啊 打个比方 我这儿 我就拿这 拿个小案例来说 你看 class AA 这是一个类 这是一个类 我把这个类啊 放在这上面去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KK能不能继承这个AA呢 你看 这吗 他会报错的 他说什么 他说 他说这个不能够这么去写 反正就是说是错的 那假设我把这个换成interface 大家看 他就OK了 他就OK了 好了 现在我我问一个问题啊 我现在考大家一个问题 考大家一个问题 倘若 倘若 我在这个里面写了一个函数 当然这 这函数肯定不能不能实现 不能不能实现 就意义义 各位同学考虑一个问题 我现在先不去编译 如果我这写了个 我这实现 我让他让这个接口 去继承了AA 这个接口 言外之意就是说 我这个KKK 是不是又多了一个 没有实现的这个方法 那在言外之意就是说 各位同学可以考虑到 CAMERY 是不是 就会错 CAMERY 就会错 为什么 因为 你继承了USB 这个接口 你是实现了 你继承了KKK 你也实现了他的correct 可是你忘了一件事情 你没有去实现 KKK 继承的AA 这个接口里面的 这个方法 所以说 他这一套 你要想象 他就是一个什么 他就是一棵树一样 从上到下 每个环节 你都不能把它忘掉了 所以说 我们 这儿写上 Public Void 大写的AA 就可以搞定这个事情 E111 E111 OK 你看 这样你就万事大劫了 他就保存正确 刚刚我们这儿讲的东西呢 他这个变化是非常多的 变化是非常多的 好了 关于这个接口啊 呃 他的逻辑呢 就是这些 但是我这儿呢 嗯 还觉得接口讲的不够 呃 但是 呃 我这儿 我这儿再再再说几句话啊 再说几句话 这这这条已经讲过了 讲过是这样的意思啊 我们这儿小结一把 就是说 接口啊 你可以理解成是更加抽象的抽象类 抽象类 抽象类里面的方法 可以可以有方法提 刚才我已经证明了 就说 这个抽象类可能是 所有的方法全部都是实现过的 但他仍然还是个抽象类 因为你声明了 接口里面的所有的方法 都没有方法提 言外之意说 接口里面的任何一个方法 都不能被实现 接口体现了程序设计的多态 和高类聚 低偶合的设计思想 这个什么叫高类聚 低偶合呢 这个 你简单这么理解 就是认为他这个很分散 你是你 我是我 呃 待会我们还要举个例子 说接口怎么实现的这个多态啊 呃 这样子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接着讲这个接口的东西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